热狗张志月的选择到底有没有错 前两天刚刚录制结束的新说唱战队赛中 18强终于诞生 不过遗憾的是热狗张志月这组排名倒数第一 淘汰了福莱 吴连兰胡 巴瑞晨 等三名rapper 而一直被大众看好的新秀与灰子 也分别输给了2万女Ikab 但此次录制中 除了脏脏与热狗的合作舞台 击败了谢帝 加斯特 其他全输了 所以很多人就好奇 热狗与张志月的选择到底有没有错 但这成员真的应该是这6个人吗 首先新秀的能力毋庸置疑 尽管这次录制输给了2万 但绝对没有人会小瞧新秀 灰子同样如此 尽管阿哥贝拉环节两次失误 合作赛也输给A3 这次录制又输给了阿哥贝拉 但狗哥很清楚灰子的能力 所以还是留下了灰子 而吴连兰胡 路与白日成同样实力强劲 可惜大家不是很了解这两位 当当时这次录制热狗 对唯一取胜的成员 实际在雨伦们之中 自然也是不必多说 弗莱转移后非常成功 做出了很多不错的内容 但即使弗莱再优秀 他的风格确实是不适合比赛 当初各战队成员之时 热狗与战争乐这组绝对是最硬的一组 我甚至一度看好这组走到最后 毕竟有新秀灰子无能拿葫芦 结果没想到战队成员后的第一仗就败成这样 显而易见这组还确定什么 如果当初选择的不是弗莱 而是威远或你帮帮 那这组绝对会强度可怕 并没有不尊重弗莱的意思 弗莱是很优秀的rapper 但他的风格并不适合竞技 但如果有了欧远与李邦邦这种 又能唱又能说 并且经验十足的rapper 我想没有人会说热狗与张正月的选择错误